大家好,我是東英走路橋的鮑勃 得到為四國的一個縣,名門倭巢應該是得到最知名的景點之一 但除了大景點以外 大家是不是也想要體驗一下當地人才知道的私房景點和美食呢? 本影片包伯就帶大家體驗一下得到的三天兩夜遊 台灣的旅客可以坐飛機到關西機場後使用高速巴士到得到車站 包伯從東京出發又直接飛得到機場 我們上午到達得到的第一站就先來享受大自然的奇妙 迷門是位於四國德島縣東北端,人口約五萬人 迷門漩渦就位在迷門的最東邊 那裡有一個連接兵戶縣跟德島縣的迷門跨海大橋 搭配漩渦真的非常壯觀 漩渦的形成是在迷門海峽中的瀨戶內海和記憶水道 將退潮水位差異而形成 春秋大潮之日的規模最大 直徑可達20公尺 遊速時數20公里 大自然 真是太精彩太奧妙了 現在能夠靠這麼美的美景 真是來日本就來得到這邊 不能錯過一個非常非常棒的景點喔 我們這次搭乘渦流觀潮船 Wonder Naruto 票價1800日元 加1000日幣的話可以到二樓特等席 然後一趟30分鐘左右 由於船身比較大所以不容易搖晃 比較容易暈船的人可以搭這種大船 被倭巢震撼過後是不是雞也趕上來了 我們中午在附近吃德島海鮮浮萬水產的BBQ吧 大家可以從多種不同的海產中 挑自己喜歡的食材疊障 然後直接當場邊烤邊吃 然後邊看海景真的超爽 吃完中餐後下午的第一個行程 我們到Studio N2體驗染染的製作 由於德島的吉野船 非常適合種植染染的原材料 Sukumo 讓德島成為染染的重鎮 Bob也現學現賣製作一個充滿美感的手帕 當作船家之寶 推薦大家來拜訪2021年底 新開幕的木頭玩具美術館 當時鮑勃有榮幸開幕不到一個月就去拜訪 短短一兩個小時就被精美的玩具 跟整個建築裝潢所吸引住了 德島本身大概四分之三的土地都是森林 林業也是支撐德島經濟的命脈之一 木頭玩具美術館的建立就是想要推廣德島的自然魅力 以及與木頭息息相關的傳統以及文化 這裡分成了很多個區域 比方說將當地地標梅山縮小1%的里山廣場 用五萬顆木球象徵四國最大的吉野川 專賣給三歲以下幼兒遊玩的沐浴廣場 可以讓小朋友玩到適合他們年齡的遊樂設施 奧桑農村舞台以德島農村風景為發想 還可以用木頭食材做木頭便當 Table Soccer Field可以玩到手足球 聽說這裡擺放的機台是真的比賽的規格喔 Udatsu no Machi 是比造美馬式的某件設計出來的區域 每一間小房子裡面都有不同的玩具 大家看到監獄是不是充滿著日本感呢? Gokko Forest 是館內最大的區域 分成兩層樓 最重要是在三菱中散步 大家也可以去拔木頭的野菜 還可以坐溜滑梯滑到一樓 看看即將邁入終點的鮑勃 是不是玩到有點失心風了呢? 我相信小朋友應該會更喜歡 如果大家今天打算住在銘門市 推薦大家住在AoAo Naruto Resort 這裡總共有209個房間 最推薦的是可以看到無敵海景的房間 早上坐在房間提供的陽台位置 享受悠閒的早晨 也順便推薦一下這裡的餐點 餐廳Irodori晚餐才自助吃到飽 食材來自四國這一帶 數字種不同的餐點真的會讓你吃到撐 放不下筷子 早餐除了剛剛的餐廳Irodori吃到飽以外 Teras Cafe Oge提供三明治吃到飽 大家除了可以帶回房間吃以外 也可以直接在這裡邊吃邊看海景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前往德島車站開始這一天的行程 藍機也穿小火車分的室內跟室外兩階的車廂 採用阿波蘭的色調非常可愛 跟站內的工作人員說再見後 電車也開始緩緩的向前進 到了石井車站後我們轉到室外的車廂 聽著導遊講解這條路線上的風土民情 一路吹著涼爽的微風看室外的美景 時不時跟熱情的德島居民打招呼 約80分鐘的車程感覺馬上就結束了 直接阿雪吹斷下車後就可以前往邪丁卯劍房屋街道 江湖那明治時代即也穿載給得到西阿波這個區域繁榮 卯劍房屋街道這個區域作為阿波蘭與煙草的集散地 也同樣享受了無比富饒的時光 這裡保存了江湖中期到昭和初期的85棟建築 於430公尺的道路上 也因為保存良好這裡於1988年 被指定於重要傳統文化建築區保存地區 特色為街道兩旁的卯劍防火牆 就是用房屋山形牆旁邊伸出去的側臂 也是有錢的代表 建議散步拍照後走到古代軟軟倉庫風格的道之役蘭葬用餐 這裡二樓提供了德島縣當地迷產 阿波偉基蒸籠飯 雞肉非常的軟嫩 山菜跟五木飯也是煮的恰到好處 美味 如果不是很餓只想要稍坐休息的話 這裡有很多古名家風格的咖啡店 比方說咖啡角屋 鞋町卯劍房屋街道這帶也是西阿波的一部分 也是我們今天下午到明天行程的旅遊區域 自古以來得到西阿波這個區域 是四國的重要交通要道 充滿了歷史文化以及自然景觀 也是日本以及外國觀光客得到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我們來到Forest Adventure 體驗在美麗的森林內挑戰自我膽量以及體驗極限 簡單來說大家會在身上綁個安全繩索 然後將繩索上的扣環扣在鋼索上保持安全 首先我們認真聽完教練解釋後就來自己挑戰囉 這裡分成四個不同的Course 大約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就可以挑戰完成 乳酸堆積跟滿頭大汗之後 首尾再來個長360公尺 高低差50公尺的高空溜索 跨越祖谷川 用這種方式享受這個區域的美景再適合不過了 夜幕第一槌也是去溫泉旅館的時候了 我們今晚下達Hotelu秘技之湯 可是房間住起來非常的溫馨舒適 晚餐的惠喜鄉土料理 使用這一代的山廠跟水廠 真的是美味 吃完晚餐之後 大家就來泡個舒服的溫泉 結束一天的行程吧 起床之後我們就來享用飯店好吃的早餐吧 吃完早餐我們就來開始第一個行程 流經西阿波的幾夜 船是日本的三條爆盒之一 歷經這條河兩年重刷 形成B字形又有其言巨石的大部圍峽谷 這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 我們早上的第一站就是利用大部圍峽觀光遊覽船 來觀賞這個峽谷 我們從岸內所一路往下走 走到峽谷接近河床的部分 坐上遊覽船 這場30分鐘來回4公里的行程就開始囉 如果日文不錯的話還可以聽聽看導遊的精彩講解 搭完船之後回到岸內所 鮑勃發現這裡的工作人員真的超愛台灣的 還會講個幾句台語欸 接下來我們來到可以看到大部圍峽谷跟吉野川的大部圍休息站 這裡販賣很多得到以及當地的民產 大家可以在這裡寫拼一下 中餐就來吃休息站內的咖啡&吉比耶 包裍點的大份量山豬肉漢堡真的很好吃 呈現也很少體驗到的野性風味 下午的行程我們來到了 這裡是有日本三大騎橋之稱的祖谷葛藤橋 從來是深山溪谷地帶唯一的交通設施 這條橋使用野生的藤蔓編織而成的 每三年就需要重新編織一次 橋本身很容易晃動 然後藤蔓間距也很大 距離水面有14公尺高 走起來真的是驚險萬分 但比起剛剛的Forest Adventure 祖谷葛藤橋就像一塊蛋糕一樣簡單啦 走完橋之後還可以看看附近的琵琶瀑布 然後吃當地的特產、旋轉木偶 加馬鈴薯、豆腐和蒟蒻穿在一起 然後塗上味噌後用炭火烤 好吃 以上就得到三天兩夜遊的介紹囉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再見,掰掰